今晚的封面故事来看到是大甲妈组九天八夜的绕境队伍 数百公里的路程一般人跟全程其实都会受不了 但是我们来看看这一名来自台中的欧阳先生 他罹患了小儿麻痹症 坐在特制轮椅上手里拼命的摇着踏杆 一公尺一公尺慢慢的往前进 即使呢摇到手酸都已经长水泡了 但他坚持要跟完全程 信徒一步一脚印跟着大甲妈九天八夜出巡绕境 几百公里的路程却不是人人都吃得消 来自台中的欧阳先生罹患小儿麻痹 腿部不良鱼形穿上雨衣 坐着特制的轮椅 两只手奋力转动把手 发愿要跟完大甲妈全程 绕进队伍走得越快 欧阳先生转动着特制轮椅车 手的动作跟着越来越快 忍住酸痛只能靠着毅力减持下去 而后头还有几百公里的路程等着他 信徒弯下身子额头顶地 前程等待大甲妈神教到来 一路延伸的钻校底队伍中 排在最前头的小姐 地上放了两只拐杖 她也是为小儿麻痹患者 走路都得用拐杖 奋力地支撑身体向前行 挥汗如雨耗了全身力 也要跟上绕进队伍 绕进队伍里还有位爸爸 将几十公斤重的婴儿车扛在肩上 快步赶路 我们都走一下而已 因为小朋友不可能会跟酒这样 等着神教到来 爸爸二话不说 转身躺在水泥地上 将婴儿紧紧抱在怀里 婴儿不哭也不闹 乖乖接受祈福 九天八夜的大甲妈绕进苦行 队伍中有大人有年轻人 还有外国人 不论什么身份背景 没人喊苦挑战体力极限 撑下去的是信徒那份坚持的信念 中天新闻杨若梅 阿公亚麦 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